洋芋片包裝逐漸膨脹起來 日本有網友在燕子颱風逐漸接近日本時 因為在家裡閒來無事 就將洋芋片靜置縮時攝影 發現當颱風越來越接近 臨時包裝竟然會跟著逐漸膨脹 原來颱風的路徑還能用臨時來觀測 是密封的 所以它維持標準的一大氣壓 可是當我們颱風要來臨的時候 颱風是低氣壓 裡面的壓力一大氣壓會比外面壓力要強 所以你包裝會膨脹起來 其實道理就跟上山和坐飛機 洋芋片包裝膨脹一樣 我們實際來測試 在海拔逐漸上升的過程 洋芋片的包裝果然微微膨脹 來到高山上發現洋芋片的包裝 比平常還要鼓 原因其實就是因為高山上的氣壓只有700多 這下子在家颱風天也能去餵一下 不過山竹颱風來勢洶洶 恐怕成為9月第一個登陸的秋台 威力不容小覷 有東北季風有下來 然後這個idea又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它的這個東南風跟這個東北風 就有產生交匯的這個作用 它就會讓這個封面在這個台灣 北部這個地方產生的降雨 專家表示秋台恐怖之處 就在於會跟東北季風形成共犯效應 如果東北季風較強 就會造成北部東北部 迎封面風雨較大 2010年蘇花公路摊坊遊覽車被落實 擊中26人死亡就是秋台沒擊造成 專家也提醒這一次山竹 民眾也要做好防台準備 記得林英偉 學長方 台北報導 叫北欣 剛好 狼